我們接下來請我們賴湘玲 賴委員 主席各位議會的代表先進 還有今天出席的政府部門 我想我今天在這邊的身份 一則當然我也是法治委員會的委員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法治改革的進程 能夠朝向對於我們的這種社會階層裡面的 一種不足的保護制度能夠更完善 我當然也是會全力的去協助 那第二則身份就是我個人在這個兩年前 遭受這個重傷害暴力攻擊的這個過程 我也對這整個制度的一部分行政上面的意見 我想今天就借一點時間說明 我今天看到出席的這個政府部門 有警政署教育部 勞動部 衛福部 那我很驚訝的是在提出社會安全網 這個概念的這個即時作為 竟然是警政署提出來 從我個人的這個經驗裡面 我理解到其實政府部門特別是社會局 衛生局是最被在意在這個叫做 社會安全網的主政機關 其實警政署在這個過程 或者警察部門通常都是屬於一個 受理案件之後的一個介入調查 他到底能不能啟動你們這邊寫的 這麼冠冕堂皇的安置的措施協助的平台 甚至是叫做這個保護官成立專責窗口 我是深深的質疑 內容就是從你們的這個資料裡面 可以看到你們如何覺得要補破網 所以呢我們警政單位呢 105年就有制定這個保護犯罪被害人 為中心的刑事作業的這個程序 我從我發生案件的當下 到當天傍晚被警察 直接做筆錄在這個這個昏迷的過程中要求 到一路結案的前天的審判 其實警察機關的協助過程 我幾乎只覺得他只有在第一時間的調查完畢之後 人就不見了 但是這裡你們可以寫的那麼明確 所以我還是很期待這樣的一個報告 不應該是虛應今天的公聽會 要很如實誠實的講 到底整個警政機關在這過程裡面 你們真的覺得 你們能夠做到你們講的 已經有保護官 然後成立專責 甚至可以一路陪伴 我相信這個事情 我會希望警政署可以 就待會的部分回應我們這個這個公聽會 第二則我就想要談後端 後端就是現在大家在倡議 這個就是修復式司法的這個程序內容 那剛剛這個陳律師 談了20年的一個心路歷程 我自己也在後端深深覺得很可惜 在發生事情不到一週之內 其實就有很多人透過關係說 你是不是要跟被告見面 你要不要跟他和解 你要不要回應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個程序實在是太過分 但是我們要找誰去做投訴 我要不是一個一個政府官員 我還可以跟人事是去主張 是不是有EPA 是不是有員工協助方案 我認為一般的家人 或者是受害者的家屬 甚至受害者當事人 他會覺得這是一個羞辱 他是一個過分的一個舉止 可是我們不知道這個在犯罪被害人保護的機制裡面 誰在這個過程他應該作為一個被害者很信任 甚至是可以接觸到的連線 我認為我的個案裡面我發現就是沒有 那我更相信更多弱勢的人更是沒有 所以這個我覺得在修復式司法 如果真的要啟動這樣一個 不管是叫做去面對對方 他是不是已經悔改的一種道歉的機制 或者是和解的程序都不宜貿然 甚至還是要有專業者的陪同之後 一定程度的心理的這個 這個過程平復之後 我覺得才有必要去啟動 但是我不曉得當時修法 這樣的一個主張 跟國際上面大家認為的進程 是不是在台灣成熟了 重點就是整個被害者 他的被害人的保護裡面 有一部分除了金錢賠償之外 很大是他的心靈支持 跟他的社會支持 他出去到底有沒有覺得 自己是錯了才會被害 這就是我自己很覺得 我為什麼有時候覺得 好像我們對不起對方 所以我們被打 我們被要破承受 今天很多政府官員在這裡 我相信你們也有時候覺得 很多叫做刁民好了 可是我們都不敢用這樣的方式 去跟社會講 但是當你發生的時候 你就會心裡覺得 你的仇恨是存在的 這是不好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很期待今天這個 從被害者保護裡面 去重新伸張一個 這樣的一個公益社會裡面 他有時候的一種 叫做機制制度本身 除了程序正義之外 還有一個是實體上面的 被接納被理解 然後他要走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將心比心談 不管今天環域委員也在 很多剛剛那個圍軍 阿咕咕也在 我們都很期待說 大家放下的仇恨本身 是可以讓社會更面對問題的核心 第一個太多的社會安全網 接不住有一些身心狀況 有問題的人 有一些家庭破碎的孩子 有一些成長過程 就是被社會拋棄的底層 所以我才覺得前頭 我很期待社會安全堅持網 各部門各部會是 自己動起來 先補網 而不是後面用程序 用法律的聲張 說我們國家很進步 這是我很期待今天的公益會 謝謝 好 我們謝謝賴委員 我相信我們的行政單位 都聽到這個被害人聲音 這個也就是本席 召開今天的公益會的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說不是只有被告而已 被害人也有人權 我們聽到了在整個過程當中 被害人還有他的家屬的 經過這個必要的司法流程的過程當中 對他們造成的一次再一次的傷害 我們希望透過今天公益會 以及後面的後續的動作 我們可以把這樣的傷害減到最低 被害人不應該是忌憑 好不好 謝謝